走 咱们去哪儿啊 回半山吗 我刚从半山回来 这是半山的房契 这是老爷办公室的钥匙 你都帮我一起交给老爷 大姐啊 麻烦你送宝林回学校 顺便跟学校嬷嬷办理住校手续 钱 我明天一起花过去 这是怎么了 不 我不要走 我要留在这里 等张伯伯回来再问个清楚 对啊 小姐 小小姐说的对 就是有天大的事情 咱们也得等老爷回来 怎么 我现在说的话都不听了 我们在这里磨磨蹭蹭下去 难道等别人赶我们走吗 哟 你们谁吃了豹子胆 敢欺负我们陈小姐 你们不知道吗 这些天来我们陈小姐 可是这张公馆的女主人呢 你们要是得罪了她 小心老爷回来找你们算账 老妖婆 我看这是你在欺负我二姐 看来莫白真是把你们姐妹俩宠坏了 一点规矩都不懂 不过我今天心情好 回到自己家的感觉真好啊 既然我回来了 就绝不允许那些泼妇野丫头在我这里撒野 二姐 二姐 我就说她在装病吧 张伯伯才没走多久 她就跑来给我们弃手 老妖婆 我告诉你别弃人太甚了 宝林 少说两句 莲贵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连人带行李都给我扔到马路上去 反正我也不怕别人看笑话 这笑话都已经传开了 是啊 来人呢 张太太 你这么对待我两个妹妹 恐怕不合适吧 太太 别做得太过分了 您现在有病 小心气着自己 住嘴 你也配跟我讲话 我也想好好跟人家说话 可是有人那么不给我面子 左一句老妖婆 右一句亲人太甚 我有什么办法呀 既然今天我回来了 就容不得你们在这里 马上给我走 那就叫老爷回来 要是老爷回到家 看不见他们姐儿俩 他会跟你急的 哼 学会搬救兵了 我劝你们别多此一举了 老爷就是被你们气得进医院了 我刚刚就从医院过来 莫白就是让我回来 叫你们走 最好永远不要出现在我们家 你骗人 我不相信 我骗人 到底是谁骗谁 自己好好看看 二姐 你看 小姐 你妈 马上收拾醒来 小姐 慢点 你看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哥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